今次我們去楊記龍虎重慶江湖菜食飯 我們搭深圳地鐵11或12號線 在南山站G7口出 一出站後就向前走 途中我們會見到一間壯陽食店 今天是星期六 很多人要等位 拿醜後職員說要等半小時 不過看樣子應該不行 看到旁邊有一間專食爐肉的店 於是進去叫小食頂著肚線 先介紹招牌爐肉火燒 爐肉火燒即是燒餅加爐肉 加爐皮冬加青椒 第一次吃覺得不錯 如果下次見到也會吃多次 這一碗是爐肉湯 原本以為只有爐肉和湯 原來還有粉和豆皮 這個我覺得一般 爐皮冬第一次吃 味道很特別不是人人接受到 如果我一早知道爐肉火燒 已經有爐皮冬的話 我就不會再叫一碟 爐皮冬連青椒一起吃 會好吃些 吃完爐肉火燒 過旁邊陽記農府等位 這間店用了很多燈籠做裝飾 等位期間 見到很多人叫這一個 江頭司令大麻園即是超巨型尖堆 等了一小時終於到我們 茶位和紙巾是必收費用 此此如意是有果味的酒 不過不太好喝 有點藥水味 然後叫了兩款偏辣的菜式 分別是民國霸王套和江湖爆炒花 不過這兩碟菜都很大碟 看得會挖一聲那種 很適合打卡 不過只有辣字 牛蛙和韜肉都沒有味 好像在吃雪藏貨一樣 叫了這麼多東西 這一個老鵝比較好吃 特意用雀籠做裝飾 令這碟菜看起來厲害 另外配一碟辣椒粉給你點滷水鵝吃 藍莓生藥外表很吸引 一定要凍食 口感像船肉 藍莓醬又是有些藥水味 吃的時候匹一大匹生藥 配一點藍莓醬就可以 不難吃 輕零八鳳糕 是用尖米粉糯米粉做出來的糕點 軟軟糯糯 不過淡貌貌 一定要點點甜桂花醬一起吃 總括來說 我覺得陽記農府服務幾好 但食物就一般 去吃過一次就夠了 如果未去過的 見到沒有人排隊 可以進去試一下 要排隊就無謂浪費時間